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我是任君老師 歡迎收看今天9月27號的股市任我贏節目 那台股今天開地走高 本來早盤跌了二十幾點 尾盤最後居然收紅上漲了五十點坐收 那高低之間的政府其實大概就七十點這之間 那幅度也不是太大 但是這其中的結構上面出現一個蠻大的變化 我們待會再慢慢跟同學們聊 那重點是我們預判這個行情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目前很多的投資朋友們 現在心情上面是比較緊張 甚至會認為說這個行情好像看起來有點害怕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今天要把整個架構上面再把它放大一些 你會比較清楚的了解說 現在台北股票市場究竟是走什麼樣的一個格局 首先我們從加權股價指數的角度來看 這個其實我把時間在拉長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今年的行情是從五月份開始做起漲的對不對 五月份那時候爆發出本土疫情的關係 所以指數最低點來到1519點對不對 那本土疫情爆發完了之後 慢慢的整個降溫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行情開始攻上高點來到18,034點 後來因為Delta準備要來台灣的關係 當時就很多Delta的這個大家很害怕Delta 印度變種病毒株 所以當時的恐慌氣氛帶動台北股票市場來到1628點 這也是那時候的低點的位置 然後從1628開始做一個反彈的格局 那最近一次利空其實就是這個恆大破產的議題 那也讓指數的部分再次跌破了17000點的整數大關 那一個多頭的市場格局當中啊 其實我之前跟投資朋友們聊過 會有很多的利空來去做一個徹底的動作 所以你要看到那個利空出來的時候 你要勇敢的去做一個佈局 簡單來講 你在本土疫情爆發的時候 你買股票你會不會賺錢 會啊你一定會賺錢啊 那你在這個所謂的Delta來台灣的時候 你去買股票你會不會賺錢 你也會賺錢嘛 甚至說你在恆大破產的時候呢 這個議題出來的時候 你去買股票你會不會賺錢 當然會賺錢嘛 所以呢重點在於說 你在這個所謂的這個利空當中 你的心態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大部分的投資朋友們 當然看到利空會很害怕 但是我必須要跟投資朋友們講 其實就股市的角度而言 他長期來講 他是一直不斷的不斷的創歷史新高的 那總共在整個這個股票市場 包括美國股市當中 其實出現一百多次的空投 但是你回過頭去看啊 每一次空投來的時候 你敢買股票的時候 你最後都是怎樣 都是大賺錢的喔 那就短線的角度而言 當然你說整個行情 會因為這個利空結束之後 馬上噴出去嗎 我覺得難度比較高 因為呢我們把高點的位置點上面 繼續把它連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我的高點怎樣 也是越來越低對不對 我的低點呢 他越來越高 我的高點越來越低 那整個台北股票市場就形成一個 三角形收斂的一個形態喔 居然呈現一個三角收斂的形態啊 這種形態出現的時候 一般都會帶著什麼 量能縮減下來 也就是說 其實台股呢 他不是一個大多頭 他也不是一個大空投 他就是走一個壓縮的一個形態喔 那這種形態很重要喔 因為每一次轉折一旦開始出現的時候 他在那之前都會走這種 量縮而且壓縮的形態喔 那這種形態呢 呃你如果看到未來啊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如果跌破上升趨勢線 啊不用講 整個空投的格局就正式形成 那時候我們要把手中的持股賣掉 甚至開始翻空 但是呢 如果未來走一個 是直接突破這個上升趨勢壓力區的話 那就反過來囉 你現在手上的持股呢 當然你要報老以外 你還要再持續的加碼去買股票 因為一旦我突破出去了 那這個高點啊 未來不但會越過 而且會過非常的多 因為這種壓縮形態 代表我的籌碼非常非常的安定喔 那我的籌碼非常安定 那我一旦突破上去 我開始往多方趨勢去發展喔 那不是一個過歷史新高就可以處理的事情喔 甚至未來可能會往萬九 甚至兩萬點下去做賣進喔 所以呢 投資朋友們你們在害怕的時候是因為 你沒有看到這個 目前整個大格局大方向在哪邊 如果假設今天跌破了 這個所謂的上升趨勢的下緣 那我去賣股票就好了 其實你也不用太緊張 但是重點在於說啊 如果他是突破上升下降趨勢的上緣 他未來要往歷史新高去賣進的時候 結果你在恐慌的過程 你沒有去買股票那怎麼辦呢 未來漲上去呢 就跟一萬八千點一樣嘛 之前低檔沒有買的 然後等到高熱的時候 又想要去做追加的動作 很多投資人會在股票市場裡面賠錢啊 不是因為選錯股票喔 而是在錯誤的時間點上面去買的股票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嘛 比如像說你萬八去買股票 而且還買鋼鐵還買航運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都不是太好啊 所以呢我們在操作上面 我要先規劃好行情 規劃行情掌握行情跟隨行情 不對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應變的一個動作 那我認為未來去突破歷史新高的機會 是比較大的 因為呢你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股票市場有錢 有人偷偷的在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簡單來講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其實錢才是影響股票市場 最重要的因素對不對 股票是怎樣去 有人買他就漲了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他股價就會上去了啦 那你都講說很多的利多 包括說他基本面多好啊 未來EPS多高啊 那個只是輔助他股價上漲的力道而已 可是真正會推升股價上漲的因素 在於錢有多少 所以呢假設你今天這檔股票 你的未來基本面再好 EPS再高 就像大力光好了 大力光他EPS很高啊 一年可以賺三百多塊錢 可是股價為什麼一路的往下破底 因為有人在賣他他自然就破底啦 他自然就往下跌嘛 反過來有一些EPS明明就沒有賺錢了 比如像說漢磊的部分 他明明就賺不了幾毛錢 為什麼股價會創新高 因為有人在嘛 他就創新高了 所以呢現在前提在於說啊 我接下來有一筆資金他要進來 那這一筆資金他要買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觀察的一個核心哦 所以呢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這個資金也很好玩哦 上一次第一波的資金浪潮 從1519點你去對照一下 那時候新台幣從28塊錢漲到27.5元的時候 剛好就是台北股票市場的最低點 有沒有覺得很神 其實我覺得很正常啦 因為 外資他就這樣嘛 看到一堆人在亂砍股票 他就自然把錢匯進來 來這個地方做低階的一個動作 那同樣的上一次Delta病毒來的時候有沒有 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最低點16248點 你現在回頭再去看哦 是不是同樣複製當時的資金賄賂的那個模式 一模一樣嘛 所以人家在幹什麼 當你在大漲的時候我不買股票 那我就休息 那我資金就匯進來夠了 夠用就好了 他就在裡面轉嘛輪轉嘛 可是呢我第二次 是當你看到一個異常的恐慌又出來的時候 16248點又出來啊 趕快進來又把錢匯進來了 所以我認為會有第二波資金的熱潮開始啟動哦 那第一波資金熱潮把台北股票市場 從1519點 拉升到了18034點 那你第二波呢 如果我第二波熱潮去對照 對比第一波熱潮呢 那時候的點數是一樣的話 那我告訴你台北股票市場過 18000其實是很easy的事情啊 很輕鬆的一個事情啊 所以呢我們就整個資金的角度來講 其實看到了一些跡象哦 未來台北股票市場要創歷史新高的一個機會哦 但是呢第一波資金行情 大部分啊 這一些外資大戶法人 他們買的股票叫做鋼鐵叫做航運 對不對 可是呢第二波資金行情 他們不會再買這些了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哦 當時他的鋼鐵航運 假設我們以長榮來看好了 我的長榮買在60幾塊錢 對不對 他的當時買長榮的位階 你去看大概60塊錢左右 我現在漲到了120塊錢 他已經大漲一倍了 他已經漲了一倍了 那我漲了一倍的時候 我再漲一倍的股票呢 我還去做加碼布局的動作 他一頭不是壞掉啊 他又不是頭殼去撞到對不對 所以呢他一定是早嘛 那是當時長榮在低點的位置的股票 陽明在低點位置的股票啊 因為這些股票沒有漲 籌碼相對安定 現在散戶全部都跑到鋼鐵航運去啦 那你把這些股票棄手 這些股票就成為最好的一個布局的機會 他這樣才拉得動嘛 他這樣才有辦法再賺倍數的一個獲利嘛 所以我說第一波的資金行情 跟第二波是完全不相同的 那你也可以從今天的表現裡面 大盤的表現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加捲股價指數漲了五十幾點 沒有錯啊 那重點在於說 如果你是買鋼鐵的 早上是開高走低哦 早上一度漲了 就指數的角度而言 一度漲了將近快兩趴 結果尾盤收在平盤 那你早上去追的不就又套牢了嗎 同樣的航運股也是一樣啊 早上是紅的下午又變黑的 那套牢的籌碼只有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而已哦 那我相信這個法人 他不會想要去幫這些投資人解套 他要去找新的方向 新的目標來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所以我說我們從原物料的價格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現在呢 鐵礦砂的價格 已經從高檔回了將近快五成的幅度 56%的幅度 那 因為我們的鋼鐵為什麼會跌哦 其實理由很簡單哦 我的鐵礦砂原料開始做跌價了 那我以前呢 鋼鐵股他之所以獲利會很好 是因為他本來就有很低很低的低價庫存 那我的低價庫存會反映在我的財報裡面 因為我開始任列嘛 因為我光鐵礦砂的價格漲了一倍有沒有 那我原本放了一億的資金去買了鐵礦砂 突然之間這個價值變兩億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任列業外收益 那我任列業外收益之後 我的EPS就跳起來了 他就跳升上來了 可是反過來啊 那我現在呢 今年鐵礦砂價格開始跌了五成 那我原本任列的獲利我要幹嘛 我要吐回去嘛 我要還給人家 那我在還給人家的時候 我的EPS就怎麼樣 就盪下來了 他就盪下來了 所以為什麼最近鋼鐵股漲不動 有人說鐵礦砂沒關係啊 因為我的 因為我鐵礦砂跌價的關係 我的價差會越來越大 那其實這個只是看一個 這個講法 其實對於股票市場不夠了解的人 他才會這樣講 比如像說我不是沒有做過鋼鐵嘛 可是我做鋼鐵的時候 是因為整個原物料價格在漲 當我的原物料的價格在漲的時候啊 我的手上的這些低價庫存 他才有辦法幫我創造獲利嘛 那不然 我的鐵礦 我的這些獲利是哪裡來的 很多那種 做那種原物料的大部分都是做這種東西在賺錢的啊 很多都是這樣啊 那可是同樣的 我的原料價格在跌對不對 雖然我現在的整個價格還沒有跌下來哦 可是我原本的物料水準就是比較高嘛 那我未來我的廠商一定要跟我做一個砍價的一個動作 那我在砍價的過程 我的原物料成本又比較高 那會怎麼樣 毛利就會下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叫做一個轉折的一個關鍵哦 所以呢 人家在講說原物料10年的大行情 當然啊 大行情是之前不是現在哦 那個時間點已經過去了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現在整個外資來到台灣 他不會再去想買這些原物料了 他也不會想要再去買什麼 航運類股了 因為航運類股他們已經賺到一倍多 他沒有必要再去做加碼的動作啦 那反過來他會去買什麼 我們從整個長江有色金屬的這個交易所裡面 你可以看到嘛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說席價創新高 對不對 還有呢 所謂的金屬系的部分創新高 那錫是什麼 封裝在用的 金屬系是拿來做什麼 矽晶圓用的 所以這兩個原物料的價格他在漲價 代表說我現在整個需求 就是在所謂的半導體方面嘛 包括矽晶圓的部分 他有需求 包括封裝測試的部分 他有需求啊 所以需求在哪裡很明確告訴你說 就是在半導體產業 就是在半導體產業 那半導體為什麼會紅 我之前跟大家聊過嘛 因為現在車用太熱了 很多包括電動車 不用講 現在電動車銷售量一直在往上成長 成長的幅度五成六成 包括特斯拉也是很多車廠都要開始做那個電動車 那電動車 他不是靠油嘛 他是靠電力啊 那電力就會需要用到很多的晶片 包括電源管理IC 包括很多的這個 行車電腦的部分全部都會用到 他都會用到 所以呢 這種突然之間暴增起來的這種需求 造成整個半導體業出現一個狀況 叫做供給需求失衡 所以呢 我的半導體代工價格才可以漲價啊 我的系才會漲價啊 我的封裝的原料 他才會漲價嘛 那重點在於啊 這個需求一旦起來 你覺得他會明天就消失嗎 不會啊 我的電動車是未來10年20年的機會 你知道嗎 當我的電動車銷售量一直往上去做成長 一直往上去做成長 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看到這個轉折出現啊 所以呢整個車用電子的需求 整個半導體的需求 他會一路的往上去串升啊 所以你現在不用覺得說 我股價漲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 不是這樣看的 而是說我的產業未來的爆發性成長力道 目前為止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當然整個趨勢他還是往上走 那我股價拉回 自然要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我說他們現在鎖定的是一些 包括車用的部分 包括這個所謂的半導體的部分 那這個是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會 當然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危機啊 比如像說今天就傳出一個訊息嘛 大陸限電這個問題 那大陸限電問題導致說很多的PCB 開始出現一個停產的狀況 那我講實在的啊 這個東西如果假設啦 他出現一個停產哦 未來會發生一件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又會開始產生一個缺貨風潮了 大家又要開始搶料了 大家又要開始搶東西了 這時候呢 有一些原本有庫存的供應鏈 他自然手上的庫存又要再開始漲價 所以我覺得這種限電的問題 他只是一個短期的利空哦 那如果說你不要去用追價的方式 包括我之前講的CCL部分 因為第一個首要的受災戶就是CCL嘛 可是你可以發現到哦 從我9月16號當時跟大家講的 除了台光電以外 其實每一檔公司 每一家公司的股價 現在都還在那個位階之上哦 現在都還在那個位階之上 那我認為回撤支撐 其實你要找機會來去做一個潔入 來去做一個佈局 但是不是亂買 我強調過了 如果你不要是用追價的方式 其實你不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你完全不會受到重傷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投資上面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哦 我一些股票我寧可放掉不去買它 可是呢 我也要把我的風險放在第一位 包括我會員 每一個會員的風險 我都把你們放在第一位 所以呢 你會發現到老師在做的股票 可能不是標股 可能漲個兩成三成啊 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呢 他不會像其他老師一樣 每天都有漲停班的股票 因為我很堅持相信一件事情哦 做對的事情才能夠 才能夠讓你賺到真正的大錢啊 所以呢 這些個股 我們看到後面的一個趨勢的發展 再來去做一個決定哦 那不管如何 至少我沒有受到重傷哦 那第二個事情呢 就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因為中國限電的措施裡面 其實沒有限到所謂的半導體的部分哦 那 半導體呢 其實他會 目前已經是全世界的一個 共通型的一個產品哦 就是 不管你在中國他也需要 不管你在歐洲他也需要 不管你在美國他也需要 那全世界的龍頭不用講 就是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太強了哦 那台積電的強哦 不只是在他所謂的這個技術能力而已 待會我們再慢慢聊 那我說台積電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說 外資這一波回來 其實鎖定的目標就是台積電 你看一下 外資之前在大買對不對 他在大買的過程當中 他突然之間給你放一個消息 比如像說這個是大摩嘛 大摩突然告訴你說 金元代工不再短缺 最快第四季怎樣 就會開始砍單 可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從整個中國的原物料的狀況 來看的話 有沒有砍單的效果出來 好像也沒有啊 細的金屬價格還在漲啊 我的封測原料還在漲價啊 錫的價格還在上漲啊 所以呢他用這種利空消息 就是為了影響投資人的心嘛 影響你的情緒影響你的看法 可是呢你就整個外資的角度來看 他這一段大買的過程當中 後面其實他也沒有出現一個大賣的狀況哦 理論上來說 你大摩你看壞台積電 你說未來第四季會砍單 那你砍給我看啊 你最少你也把你手上的持股賣光光啊 他也沒有大賣啊 他只給你稍微修正一下 最近這兩天又出現連三紅了啊 結果呢 好像又要在突破之前的高點哦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外資他們寫的報告 其實說實在的啦 參考不用啦 真的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哦 最重要還是 你要把這個外資的想法 跟他實際上的作為 來去做比對 你才能夠看到他們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哦 所以呢他放壞消息 其實他在買台積電 那更不用講他還是一樣啊 看好我們護國神山的表現啊 否則今天怎麼會拉個尾盤上來對不對 那不用講這一定是台 這一定是外資下去做一個佈局的啊 那為什麼台積電會這麼強哦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他現在的製程能力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的 那你說 你有製程能力其實我講實在的還不夠 這還不是我看好台積電最重要的理由 第二個最重要的理由是什麼 他的製程能力真的太強了 以全世界晶圓代工你知道嗎 晶圓代工從這個製造到出來 一片晶圓片總共要經過400道的製程 400道的製程裡面 你只要其中有一個製程出現一些些的狀況 你等於整個晶片都要報廢掉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要做到這個 良率百分之九十幾有多麼的困難 因為他牽扯到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這種 不確定性因素 包括之前台積電有曾經出包過對不對 由廠商送料過來 結果他的原料有問題 原料有問題造成他十幾萬的晶圓片 全部報廢掉 一損失就是幾十億的台幣啊 所以我說台積電為什麼厲害 因為他有辦法把他400道的製程 全部控管得非常好 而且良率有辦法達到九成 你知道嗎 三星的良率才多少 才六成多而已 六十幾趴 所以真正台積電強的地方 不只在他的技術 還有在他對於整個良率上的控管上面 非常的厲害哦 這也是張宗摩先生 一直不斷努力去強化了台積電的一個地方哦 所以台積電的強 他沒有辦法 目前為止我講實在的 就算其他人的自成技術有辦法追趕上來 他也沒有辦法去搶走台積電的訂單 因為光良率的部分光成本的部分就差太多了 差的太多了 所以變成說台積電這種一家獨大的情況 還會延續著好幾年的時間哦 那我剛剛講的 晶圓一直在往上去做成長啊 晶圓代工的部分一直在往上去做成長啊 所以我說台積電拉回 600塊錢的台積電真的太便宜了 那他現在還要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更重要哦 就是說台積電先進封裝製造基地 他未來除了要做這個晶圓以外 他還做先進封裝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嘛 他不但要做 而且他要打造智慧工廠 完全自動化 就是說不用冷了啦 就不用冷了 你從晶圓片從投產到出來 全部都是由電腦來去做一個控制 那這個其實在台積電的這個 未來的發展上面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他要去美國設廠對不對 亞利桑那州他要去設六個廠嘛 那他去亞利桑那州設廠的時候啊 其實台灣的工程師沒有辦法全部都過去嘛 台灣其實台積電能夠那麼強 其實台灣的工程師貢獻是無比良多啦 說實在的他們貢獻真的是我們全國的人民 要為他們拍拍手鼓勵一下 那當然你說這些工程師有可能全部移到美國去嗎 不可能 所以呢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他的整個生產化完全就是沒有人的情況 他都可以做 所以呢他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他要建的那個廠 就是所謂的無人化生產的製造工廠 沒有人就可以做製造的 所以三星呢 他未來要去那邊建廠 可是他建的是友人的 但是呢台積電呢 他是建無人化的自動智慧工廠的時候呢 他的成本方面就比三星還要來的更低 良率上面又可以比三星來的更高 所以我覺得他去美國設廠之後 他會取得更多的訂單 那他去美國設廠整個產能擴張起來之後 其實他會把他跟對手的距離再拉得更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那其中呢 這個策略裡面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所謂的全自動化生產的這個廠房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自動化物流的系統 這個自動化物流系統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解過對不對 他的自動化物流系統 台積電裡面很多的晶片在跑啊 他不是靠人去搬運的 他不是靠人去搬運的 如果你有進入 你有去看過這個所謂晶圓生產的 那個裡面的那個工廠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就知道哦 他裡面有一條一條的軌道跟天車哦 他是用天車來去做一個運輸的一個動作 那他現在把這些天車全部整合 跟所謂的製程來去做一個整合之後呢 你東西生產完了 我直接天車就帶走了 那我呢新的這個天車在進來的時候 他把新的這個盒子 天車再把它放進來之後 你生產完的東西又進來 他就直接又把天車帶走了 所以他的生產效率可以提高 他的良率也可以提高哦 所以呢 他們之前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強化三樣東西 第一個叫做所謂傳送車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他們軌道的運輸的部分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自動化物流系統 這個倉儲的系統 這個物流系統倉儲系統是決定未來整個哦 整個這個自動化到底能不能成功的一個關鍵哦 那我認為他們其實已經開始了 第一個廠已經做出來了 整個流程都已經設計好了 包括用AI的方式 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讓他可以自己去做運輸 還不會互相碰撞 這真的超強的超級厲害的 所以呢你未來整個倉儲系統的重要性 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了 而且由誰來代工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們聊過嘛 像UV的自動化倉儲設備的這個機台 就是我們的訊德來去做代工的嘛 來去做一個建置的嘛 那重點在於啊 這個訊德其實他的大股東是誰 加登 加登他就是做這個光照盒的 光照盒在跟這個所謂自動化倉儲系統 兩槍做結合 兩槍結合之下 當然未來整個切入台積電的供應鏈裡面 取得未來台積電12寸晶圓廠 所有的訂單都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這是未來到美國設廠 都一樣啊 都需要這一些所謂自動化的設備哦 所以未來台積電呢 他會使用大量的自動化設備 當然啊就會帶動他們的業績 持續往上去做成長哦 這也是台積電的策略之一 就是他要本土化他要本土化哦 所以呢包括訊德的部分哦 之前我跟大家聊過 這個未來自動化的倉儲系統 真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再加上說其實以他今年的EPS來看啊 其實我說大概賺到9塊錢 不是太大的問題的 那股價呢跌到90幾塊錢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他出現了一個破底背離的一個走勢哦 之前我跟大家聊過什麼叫做背離 我的股價如果過高我的指標沒有過高 叫做高檔背離對不對 那反過來呢 我的股價在創新低的時候 我的指標沒有創新低 代表這個叫做破底背離 破底背離的話 代表說他其實股價已經被低估了 他股價已經被低估了 那昨天呢9月23號台積電發表了 所謂自動化倉儲系統之後 其實今天他的股價已經突破月限哦 他已經開始突破月限哦 那突破月限接下來你要看哦 扣底值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他準備要扣底下降區間了 如果我現在扣底值往下扣底低值的時候 我的均線呢 未來就有機會從下彎轉回上揚 當我開始從下彎轉回上揚 股價就有機會去挑戰之前的高點哦 那我覺得以他的整體的獲利能力來看 再加上有台積電的光環加持 他的股價來到這個位置 真的有點太過於低估了啦 有點太便宜了 那我當然操作上面 按照公式跟方法來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這個是非常重要 不要做追價 強勢股拉回站站買方來去做一個佈局 第二個呢 就是在台積電的設備機台裡面 包括星雲的部分哦 先進封裝機台 甚至他自己開發出來的機台 其實已經都切入台積電的供應鏈哦 所以以前他是一個代理商 可是慢慢的你會發現到說 他已經開始有自己的設備呢 未來整個毛利營收貢獻方面會越來越好哦 但是呢 股價他也不是說亂買的哦 你要買股票不是亂買的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哦 之前我們買在62塊錢嘛 我說創新高了來到72塊錢 你不要追拉回再買 回檔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下去做佈局 今天一樣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哦 所以呢半導體的供應鏈 其實已經越來越強 尤其是在台積電方面哦 跟台積電有關係的機會點 我覺得都還蠻大的哦 包括金頂的部分 包括這個紅碩的部分哦 甚至帆訊的部分 我覺得未來都有機會 那這個都是屬於半導體設備 相對來講半導體的這個材料更不用講啦 以森伊的股價來說 其實我覺得現在都還是很便宜 可是我們買在127塊錢嘛 那森伊的溶劑呢 他是台積電獨家供應的溶劑 那未來呢 如果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未來有六個廠耶 六個廠他要使用到大量的溶劑 你覺得森伊會不會過去 如果他過去了 跟著台積電去那邊設廠 開始供應六個廠的這個所謂的溶劑的話 他的EPS以今年預估是9塊錢哦 預估是9塊錢 那你想想看之後呢 之後會不會持續的往上去做成長 所以以他現在的股價而言 我覺得並不算太貴哦 他還有一個向上成長的空間哦 可是你買股票的時候 你不能等到他創新高才追啊 大概都這樣 我都叫你說低檔的時候量縮回檔 你要下去做一個佈局哦 所以買賣點真的非常的重要啦 像我在買深茂的時候 他也是沒漲啊 他也是沒漲啊 但是我知道 他是高階豐測的西高 我知道說他有切入Space S的供應鏈 所以呢 你看到說這個大量開始出來 代表說這支股票開始有人在買 有人開始做進場布局的動作 他中間有一度回檔 我說回檔回來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嘛 所以呢 今天他也是創下新高啊 來到57塊4了嘛 那重點在於我沒有叫你去做追加 我強調過了 我說短線上面乖離過大 他一定會來做收斂 可是收斂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擊殺的方式做收斂 另外一種呢 在高檔盤整來去做收斂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 他要收斂 他就是會開始進入一個盤局 但是呢 如果我的出生段已經打出來了 未來會有主生段 未來會有末生段的行情 所以我認為這個上來 因為均線才剛剛轉回上亞 這個只是出生段的開始而已 未來還有主生段哦 未來還有末生段的一個機會哦 那 這個其中他有不同的定義啦 這個定義方面 我們必須要把它搞清楚 當你把它搞清楚之後 你自然不會慌 你就知道說你要怎麼去做佈局 你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獲利無窮大哦 買對股票 你真的你要勇敢的去做報老 前提是你要買對好不好 不管是買對股票 或者是買對價位都很重要哦 好 以上就是我為大家所講解的一個內容 包括我告訴大家說 其實未來台北股票市場要創立只新高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機會哦 然後還有呢 包括半導體的相關供應鏈 已經越來越強了 買盤是越來越其中了 所以這部分你要特別去做留意哦 那你手上有的持股要去做調節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我歡迎你掃兩下QR Code 跟我洪老師來去做聯絡哦 不會掃QR Code的 請搜尋一下ID WIN580888哦 你要為你自己的財富哦 來去做好準備哦 不要等到第二波資金行情來了 才發現我們的股票一直在創新高 一直在賺錢 可是呢 你報老的股票呢 卻一動都不動 這是會非常可惜的事情哦 好 那今天為大家講解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manne restart 別礙 Los 不 頂寞 記得 嚇 izin 通常